听一个故事 品一段人生 大家好 欢迎来到洞见人物 2014年8月 1990年出生的陆寒 创下了一个吉尼斯记录 他的一条微博 获得了1316万条根评 2015年情人节那一天 吴小国在一篇名为 《谁知道陆寒的请举手》的名文中惊呼 陆寒以及90后明星的集体乐器 是2014年的 一个公共文化现象 与陆寒一同在2014年乐起的 还有吴亦凡 这一年可能是中国娱乐圈 最神奇的一年 几乎所有的顶流 都是在这一年崛起的 神奇程度堪比1999年 至于中国互联网巨统 就在2014年 一堆光怪陆离的新名词 涌入中国人的思维世界 小鲜肉 流量明星 饭圈 还有男色消费 男色消费这词刚出现的时候 被赋予了很多想象 其中一种流行的说法是 这标志着中国女性 自我意识的全面觉醒 将男色堂而皇之地 摆上了货架 让男人以姿色 博得名利 当时让大多数中国男性 已经差不解的是 最受中国女性欢迎的男色 竟然是走阴柔入线的花样美男 也就是小鲜肉 这是男的女的吗 都是男生 全部是男团 全部是男团组合 惊呆了 惊呆了 对此 中国男性 特别是油腻中年们 只能兴兴地上一句 娘炮 我们娱乐圈已经压力压气了 我入行的时候 有过各种心理准备 唯一没想到的是 有朝一日我要给压血 在中国男性的主流审美中 从来就是对小鲜肉嗤之以鼻 我喝醉了 看了有几个人啊 紧身衣 他当初 那个背心 那个那个 哪个iPad 我说了一句 要我这样啊 我上高头型 小垃圾 你怎么有实力啊 陆寒 吴亦凡 蔡徐坤 他们就差被打上 男尖的标志了 对于男色消费的崛起 固然可以从观念上理解 中国女性的自我觉醒 女性地位 在现代文明社会的 自然上升等等 但是 终极密码 恐怕还是消费二字 中国社会 特别是商家 为何追捧男色消费 比如吴亦凡 为何可以得到 这么多大牌的代言 最核心的原因 还是中国女性 相较男性 有更强大的消费力 这在网购上尤为明显 2019年的一份 娱乐白皮书显示 明星带货指数 Top10 全部都是由男星罢手 最受品牌喜爱明星 Top5 也依然是清一色的男星 这些男性 都是小鲜肉 背后的原理 就是男色消费 这趋势在内容消费 或者说大文娱上更加明显 有那么几年 头拍电视剧 电影 招小鲜肉单纲 几乎是行业通力 连冯小刚 都在2015年的电影 老炮中 给吴亦凡留了一个 男二号的角色 在2021年年初 大火的网区坠续中 主人公宁毅 被塑造成了一个舔狗 深情人设 对妻子苏坦儿 忠心耿耿 绝无二心 反倒是女主苏坦儿 还有一个 倾慕对象吴启豪 还上演了 大闹婚礼的狗血桥段 而在坠续的 网门原著中 宁毅除了正视苏坦儿之外 还有七个女 其中还有一个 是花魁李世诗 很显然 这就是经典的男品文 满足男吊丝 行长天下全 罪卧美人戏的一银想象 这也被女性读者 讥讽为种马的 在坠续之前 男品文的影视剧 大多遭受市场惨败 其核心原因就是 作为大文娱 消费主力的女性观众 对男品不买账 而男性读者呢 看看到版网门 倒是很乐意 让他们去看剧 给视频网站充值 就太强人所难了 更何况是购买 剧中明星代言的产品 说白了 大多数男性用户 就是一群 缺乏消费意愿的 白嫖主义者 他们的宵禁窟 是网狗 也因此 在坠续的网剧改编中 种马男品 被翘然改造为 深情女品 主人公 从一夫八妻的 风流人物 进化成为 一夫一妻的 深情男子 这一改编 显然是为了迎合 女性消费者的 审美偏好 以及价值观 制作方非常清楚 谁才是 他们应该迎合的金主 谁才是 内容消费的主人 坠续的 一夫八妻设定 有可能是参考 陆顶记的 一夫七妻 在部分女性观众中 陆顶记是 种马文的祖师爷级品 属于旧时代的残留 很可能也正因为如此 近十年的几版 陆顶记电视剧改编 都远称不上成功 一部有为于 女性消费者 基本价值观的 内容产品 又怎么可能 获得市场成功呢 在主流的 女性文娱消费者来看 一夫一妻的 生气人设 很可能 也只是合格而已 单美 也就是几位 男主之间的 爱美情节 才可以上升到 男色消费的高度 今年另一部 大火的网剧 山河令 也就是这样一部 单改剧 成就了最新一代的 男色消费先入 龚俊和张哲瀚 在我的身边 几乎没有 看到 看山河令的男性 这可能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完全由女性观众 消费力带动的电视剧 山河令剧组 前段时间 还办了一场 充斥走音的演唱会 这场演唱会 是需要线上额外付费的 我老婆欣然掏了钱 和我女儿一起 看得如痴如醉 之前为了追剧 她已经多次 为了抄前点拨付费 同样是抄前点拨 男性观众 大多是叽叽歪歪 怨气冲天 甚至会上升到 反资本的高度 而像我老婆 这样的女性观众呢 她们甘直如頤 积极付费 2021年 我至少还为了山河令 付了两笔钱 一件是结婚周年礼物 某国际大牌手镯 我是最近才知道 老婆点名要她的原因 之一是龚俊代言 还有一件是 某网红品牌的 限量版熊猫咖啡 也是龚俊代言的 我为了这杯咖啡 在一周多前的烈日下 排了整整五十多分钟队 必须说 我无怨无悔 谁让我没有蓝色 可供消费呢 有这样的女性观众 蓝色消费 又怎么能不成为 时代的主流呢 听说有的大学生 甚至每个月 会将大部分的生活费 投入到饭圈事业 和蓝色消费中 在蓝色消费的世界中 对蓝色的考量 并非只是有姿色就可以 当然姿色本身 也是符合色衰爱持的 基本审美规律 陆寒和吴亦凡的过气 也正是如此 但是价值观 可能至少和姿色 同等重要 什么叫价值观 具体的影视剧作品 就是亦父亦其 深情不渝 要深度契合 中国主流女性 对爱情的基本想象 而不是迎合男性的 猥琐多气想象 而具体到明星身上 吴亦凡们在享受了 男色消费 给他们带来的 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 就必须按照 男色工业的标准 自我塑造生活 不油腻 性冷淡风 谈一场只爱一个人的恋爱 在恋爱和生活中 表示出对女性的尊重 而他们一旦 基于渣男的自由意志 反抗男色消费的角色设定 就会被作为 他们衣食父母的 女性消费者 决然无情地抛弃 这些年 男色消费 已经经历了数轮的自我升级 起初 女性观众 或许只对小鲜肉 剧中角色 提出价值观合规的要求 但逐步地 他们对明星 在生活中的真实人设 提出了要求 一开始 女性观众主要注意力 倾注在容貌上 然后 他们会要求 小鲜肉演技在线 同时是一个好的演员 少年的你中的 一阳千玺 可以送上小红花 而吴亦凡 则被数年如一日地 被冠影面谈 小鲜肉是 男色消费的社会产物 他们的唯一的 社会价值就是被消费 从这个角度上 无论吴亦凡 有没有犯罪 当他的行为模式 伤害了客户的 基本情感和价值观 他在商业上 已然不可逆的 社会性词 男色消费 可以看作 中国女性主义高涨的产物 从一开始 价值观 就在幕后主导了 这一商业大潮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如果要给一个更玄乎的定义 我宁愿把这一切称作 商业女性主义的崛起 大体上可以看作 一种文明的进阶 当务之己是 男明星们得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观 那一种文明星 要请回答 他们要不会 买śl一代 顺之为 这不仅历 这是 我们乐视乡